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监管里面 第一是讲暴力行业 第二是国家的安全 包括数据安全和个人讯息 第三是民生 民生三样东西大家都听过了 住屋、教育和医疗 所以医疗方面一定会收紧 除了之前所说大量采购等等的问题之外 其实互联网医疗就是一个重中之重 因为大家明显地看到 很多时实体经济和行业发展 是比监管快的 所以这三至五年 互联网医疗越来越发展快 政策是跟不上 所以或辞或做一定会收紧 当然这次来说都是意见稿 问一下你的意见 但你也知道 问你的意见会落实 只剩下有多紧 而有机会比意见稿更紧 所以这件事对于相关股份 其实都是挺利胆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现在开始市场会担心 经过今年的事件 当债息上升 对增长型的股份都是不利的 以及比较之下 其实腾讯亚里也跌了这么多 如果要捞的会不会先捞那些 甚至乎真的要捞的会不会先捞沙士股 所以有些私人读潮水 第三就是先说亚里健康 他公布的业绩预期是由盈转亏的 再一次印证到人 除了京东健康之外 这类股份都没有钱赚 在一个债息上升 股价波动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一些所谓的监管上的收紧 我想供求效应都蛮不理好它 变相来说 令到股价进一步滑落 我不敢说究竟跌完没了 但如果我要捞货 在这个市况之下 我觉得看定会更好 因为始终最后的发规点出 都是在未知之数 而走势上的确是相当弱的 你看到亚里健康来计 除了穿了10元之外 基本上是之前大概10.5个低位都穿了 所以现在来说 去到untracted area 都很难说何时会见底 所以起码图表上 你见到原形底也好 低位横行也好 我见到它定下来 大家消化了相关的负面因素 包括是一个营赚规 包括监管的收紧 我才能慢慢买回它 如果你说真的试过境迁 我哪怕10.5、11元买回 我觉得风险都会低跌 但现价推下去的话 似乎就不是我的肚头截方法 所以总体上互联网健康 或者互联网医疗股 上星期跌到一扑一绿 但我都不想捞住了 其实三者具体上来说是有点不同的 我先讲一个营运 其实三者里面 得京东健康是有钱赚的 阿里健康在季度上有赚有产 平安考医生 一向都产钱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分歧 第二 其实他们做的事都是不同的 坦白说京东健康 背靠着他妈妈 一个最强的物流体系 买卖药品是比较强 当然监管上是会收紧的 但对于互联网诊证这些情况 即是实际上平安考医生 所推进的东西 就是政策所以不打 所以如果你说 不行了 我一定要选一只 理论上 排面上 除了平安考医生 急跌之后有短线反弹 否则从盈利的稳健性 能见度 以及所谓的业务上的情况 应该京东健康 是可以提高一线的 这个我想要留意 平安考医生 暂时来说 受到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 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